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北方卧桥石下的教唤大地域 并管理16个诸心小地域 所有鬼犯发配到本店的 已经在诸域受罪多年了 即使有在前四店查核 没犯什么大过错的 美店各查审7日 押界到本店也查不出丝毫作恶的事迹 但是他们的尸体 经过五期三十五天 没有不腐败的 而这些鬼犯都说 在世还有善愿尚未完了 有的说要修建寺院 搭建桥梁 铺设街路 开河挖井 或者 积极劝善的书与文章等善事尚未完成 或是放生的树木未圆满 或是父母尊卿奉样 或死葬之事尚未全被周到 或是受恩而未报答 为了以上等等事 爱求准许放还阳事 因此没有一个不是立下誓愿一定做好人 但是 这些鬼犯以往在世之时 作恶昭彰 神鬼了解得非常清楚 现在 如同已到江水中间的船 发现漏水 要不 已迟了 可见 阴间要是没有怨恨的鬼 阳间就少有仇怨的人 真正修养德心的人 世间真是难得少有 现在 来到本店的鬼犯 照过聂境后 自然知道自己是恶类 不用多说 牛头马面 压上高台去旺乡吧 所设高台 名叫旺乡台 旺乡台的面如宫被 呈半圆形 朝向东西南三向 此台的弯面有八十一里 台后平直 坐北 如同弓弦 已如树林般伶俐的利剑坐城墙 台高四十九丈 以刀山为山坡 砌成六十三级的街 善良的人 不用登上此台 功过相伴的人 已发放往生轮回去了 只有作恶多端的人 才登此望乡台一望 家乡如在眼前 男女老少的家人 亲友们的言语 行为 都能看见 听见 发现没有人 遵从自己死前的 吩咐与教训 所有自己以前决定的事 一件件被更换了 而辛苦挣来的财物 被瓜分搬运一空 官夫想娶小老婆 寡妇想再改嫁 田地 财产 难公平分配 原本清除的账目 被贪污得浑浑不清 死人欠活人的账 分文都难少 活人欠死人的 由于失去证据 一概耍赖 恶行恶状地被搪塞掉 所有的错误 罪恶 全推给死人 所有父系 母系 妻系的族人 全怀孕地评论自己 儿女各个心怀私心 朋友则失去信用 略有几个亲友 想念自己在世的勤奋 辅官哭几声 一回头 马上又冷笑两声 还有种种恶报 逐一现前 儿子因犯罪 被戏入狱 或被坏朋友带坏了 女儿则生了怪病 或被奸淫 事业瓦解了 房屋被火烧了 大大小小的家产 很快地消耗光了 其实 作恶得到报应的 又何止是阴魂呢 有些阳间的人 也会倾见自己的恶报 所有邪恶的鬼犯 看了以上情景后 押入教唤大地狱内 仔细地考察 曾犯何种罪恶后 再分发进入 诸心小地狱去受苦 小地狱内各地埋设危险的木桩 用铜蛇做成链子 用铁柱的狗做土堆 将人捆绑压制住手脚 再用一小刀将人开膛破肚 勾出心脏 一块块地割下来 将心脏给蛇吃 肠子给狗吃 如此受苦其满之日 痛止皮肤完好 再分发以下各地的地狱 去受苦 将不尽鬼神 猜疑是否有因果报应 等心肠割掉的小地狱 将杀害生命等 心肠割掉的诸心小地狱 将善怨未完 就先行罪恶等 心肠割掉的小地狱 将亲近邪恶 行为错误 违背正理 学习方术 妄想长生等 心肠割掉的小地狱 将欺善怕恶 邪恶地怨恨他人 和不快死等 心肠割掉的小地狱 将计较名利 是非 疑惑他人等 心肠割掉的小地狱 将强暴妇女 设计令妇女失真 引诱妇女顺从自己的淫意 或者不论有无谋害之意 与妇女贪恋偷了等 心肠割掉的诸心小地狱 将损人以利己等 心肠割掉的小地狱 将千贪不舍 不怨不失 不顾别人面临生死 紧急之困境等 心肠割掉的小地狱 将偷窃 盗取别人财物 昧着良心 耍赖而不还债等 心肠割掉的小地狱 将忘恩负义 以仇抱怨等 心肠割掉的小地狱 将好斗 好赌 好胜 以致牵连 拖累他人等 心肠割掉的小地狱 将为了名利 欺骗 诱惑大众等 心肠割掉的小地狱 将自己 虽为亲自加害 但却狠毒地 教唆他人去害人 等心肠割掉的小地狱 将嫉妒善良 贤能等 心肠割掉的小地狱 将殖民不悟 死不改过 毁谤他人等 心肠割掉的小地狱 世间的人 凡是犯了以下罪行 及如此等地狱 一 不信因果 阻止别人行善事 二 借民去妙似 免乡礼佛 却谈论别人的是非 三 烧毁劝善的书籍 文章 四 礼拜神 佛 却吃食昏肉 做佛事 如普度 超度亡魂 观音法会 欲佛节等时 不如素 不持戒 清净身 口 一三叶 五 厌恶别人念佛 颂咒 毁谤学佛 修道的人 六 世子的人 不肯将古今 报应的事 劝识的文章 念给 未世子的妇佑等人知道 七 挖掘别人的坟墓 再予以填平灭积 八 放火蔓延 焚毁山林 或输于防范家人 以致失火 燃烧邻居 九 引诱逼迫生病 瘦弱的人 来比赛体力 令其自卑或伤身 十 隔墙抛纸瓦时 误伤行人 十一 用毒药在河流中 毒杀鱼类 十二 射箭或用枪支射杀禽兽 放置射杀鸟类的火枪暗器 造捕杀鸟兽的丝网 年杆陷阱 或以盐卤 毒药等洒于草地 十三 死猫毒蛇等物 不埋入深土中 以致有人挖出 留下的洞穴 害人丧命 十四 冬天春天 寒冻时开垦 挖掘土地 令虫类冻死 拆墙改造 这令人受寒受恶 十五 私人的身份 却借用官家的头衔 以势力霸占名地 十六 无缘无故 填塞水井 水沟 这令人饮水不便 如果违犯了 以上各项罪事的 结押赴旺香台 发入教唤大地狱 受苦之后 如果应该割碎心脏的 就押交给各层小地狱 判罪受刑 刑期满后 转戒第六殿 查队永无其他的罪 假如世人在世时 不论有否犯 前项等罪事 能在正月初八如宿 境界深口意清净 誓愿不再犯罪的话 不仅本殿各域的刑罚 可以避免 并且准许请求 第六殿减轻刑罚 不过 如果是杀生害命 清净邪恶 行为违反正理的人 或男子奸淫毒害妇女 妇人贪淫 泼汉 渡恨 损害妇女 名誉杰操 或是偷盗财物 媚心耍赖 忘恩抱怨的人 以及在生时 执迷不悟 即使见闻 劝善的文章句子 也不立即悔改的人 则绝不轻易给予减刑 师父 听到这里 心情好沉重哦 冥界有这么多的珠心地狱 都是因为人心 有那么多的坏心肠造成的 是吗 嗯 一如啊 你问得很好 大家要知道 冥界会有这么多 歌心肠的小地狱 就是在警醒世人 地狱的刑罚 不单只惩罚恶行 即使只是意念上的险恶 诅咒他人 也是逃不过阴私鬼判 法眼的 在阴间有一处 举一丝的单位 只要你起了悖逆父母师长 或筹骂父母的念头 就会减受一百天的 民国十三年 西元一九二四年 陕西汉中 有一个驻军营长 风流好色 他早已结婚 并且生下几个儿女 偶然看见他营部里 有一个书籍官的新婚太太 娇艳如花 不禁万分倾倒 费尽不少心机 终于在他阴谋陷害下 以通敌罪名 将书籍官给枪毙了 营长立刻托人 向书籍官的太太求婚 那书籍官的太太 坚持要一夫一妻才嫁 营长有妻子儿女 好事绝难成就 但营长为色所迷 竟狠心把他的妻子儿女 全部毒死了 新婚之日 营长与新娘及部分来宾 合拍一张照片 过好多天 照片都被送来 营长便亲自去取 一看之下 吓得面无人色 原来照片上 新婚夫妇及来宾背后 赫然照出大小五个鬼来 其中之一 就是书籍官 他还是生前的面貌 紧紧地站在新娘背后 穿的是制服 一层层的领子都没扣上 而上海隐约地看得出 是被枪弹打破了的裂痕 满面血污 异常恐怖 稍后便是一个女鬼 是营长的妻子 完全不是人的样子 头发披散开来 一对眼珠向前突出 两额亲筋抱起 鼻子拱得高高的 嘴巴张开 看不见下额 两嘴角一直拉起两耳根 双手前扑 做鲁人状 再后就是三个小鬼 是营长的儿女 猙獰的形象 跟女鬼差了通 这件事传播出来 给营长上司知道 将营长判处死刑 可怜的新娘 也羞愤上吊自杀 这件冤魂现行的照片 被翻喜多张 到处分送船官 椅子劝话 当时剖腹盛名的 四川五老之一 赵瑶老 特在照片上 亲笔提须 简单试掠 结尾 有两句发人深省的话 劝人 少结冤仇 时时 回头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红柿 请红柿 职人 愿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